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配合情人节跟大家说一个牛郎之女的故事 本故事资料搜集至网络世界 由达琳姐姐改编 准备好要听故事了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牛郎 他的父母死得很早 所以他就跟哥哥还有嫂嫂一起生活着 哥哥跟嫂嫂都嫌牛郎太过憨厚老实 没有办法帮上什么实际的忙 所以他们常常欺负牛郎 比方说要牛郎做很多很多的工 可是却不给他相对的食物 后来更过分的是 嫂嫂还提出要哥哥和牛郎分家 我说呀牛郎 你也到了适婚的年纪 你不能一直跟我 还有你哥哥住在一起啊 干脆就这样 我们把家产分一分 你也好去讨个媳妇吧 那就这么决定咯 你应该没有什么意见 嫂嫂完全没有给牛郎回应的机会 就这么决定了 田产房屋一律归哥哥还有嫂嫂 而牛郎就只分到了一头 没有用的老牛 老牛跟你实在太相配了 它就属于你啦 坏心的嫂嫂说完了以后 就把老牛还有牛郎赶出去了 牛郎白天的时候 为牛开荒 晚上的时候就跟老牛 一起睡在牛棚里面 他们两个朝夕相处 相依为命 虽然日子过得不是非常好 可是两个人却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有一天夜里 牛郎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牛郎 牛郎 牛郎突然醒来 惊奇地望了望四周 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正当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 他发现老牛正笑咪咪地看着他 原来是老牛在叫他 牛大哥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牛郎惊讶极了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高兴 于是牛郎 于是牛郎就开心地跟老牛聊起天来 老牛告诉牛郎 明天中午 天上会有九个仙女来到清水和洗澡 其中一个最漂亮 穿着绿袍的小仙女 叫做绿袍 她就是你的妻子 老牛跟牛郎说 叫他第二天要躲在河边 等到仙女脱去衣服到河里洗澡的时候 就将那件绿色的衣服藏起来 等到时辰一到 仙女就会穿衣回宫 等其他的仙女先离开了 他才把绿色的衣服拿出来 和织女相见 到了第二天 牛郎便按照老牛的话去做 果然就跟老牛说的一样 有九个如花似玉的仙女 慢慢地从天上飘下来 然后他们脱掉了衣服到河里面洗澡 牛郎喜出望外 他快速地藏好那件绿色的衣服 不一会儿 天空出现了一道霞光 仙女们快速地将衣服穿上去 然后飞回天空去了 可是 只有织女非常地焦急 因为她找不到自己的绿色衣服 就在这个时候 牛郎拿着绿色衣服跑了出来说 这位姑娘 你的衣服在这儿呢 织女见牛郎言语稳重 看起来一表人才 便起了爱慕之心 她又看到姐妹们早已飞回天上 天门也关了 于是 织女只好和牛郎一起回家 从此以后 牛郎跟踵 织女织布 他们两个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了财富 日子过得很平淡 却很幸福 不过 有一天 老牛两眼泪汪汪地 对着牛郎说 我老了 快不行了 我死后 你把我的皮 剥下来摔干 万分危急的时候 就披上它 它会带你 渡过难关的 刚说完 老牛就倒下 死了 牛郎和织女夫妇俩 一边痛哭 一边照着老牛的吩咐 剥下了牛皮 然后 他们把老牛埋葬在土里 过了不久 织女生下了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他们的日子 过得更加的甜蜜了 有一天 当牛郎正在田里干活 忽然间 狂风暴雨 雷电交加 他担心 织女 还有他的儿女会害怕 于是 他就赶快跑回家去 没想到 牛郎的脚一跨进门 只见两个孩子哭喊着 妈妈被抓走了 妈妈不见了 妈妈 牛郎猜想 一定是天兵天将做的 但是 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这个紧要关头 牛郎想起了老牛死前的嘱咐 于是 牛郎用筐子 淡着两个孩子 披上了牛皮 赶快去追 眼看牛郎很快就要追上了 天上的亡母娘娘 抽下头上的银簪 往地上一画 立刻有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把牛郎还有织女 分隔在河的两边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银河 从此以后 牛郎跟织女 他们只能相望 却不能相见 雀鸟看到他们 如此深爱着彼此 可是却不能相见 非常的难过 于是 雀鸟便跟他们相约 每年的七月初七 都会飞到这里 来帮他们搭一座雀桥 让牛郎还有织女 能够一年一度的相会 而据说 当亡母娘娘化地成银河的时候 织女的心中一击 将织布用的梭子 掉到了河里 就变成了海豚座 又因为牛郎织女 一年只能见一次面 所以在这一天 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要跟对方说 于是 七夕的这天 几乎都会下着毛毛雨 象征着牛郎 还有织女的泪水 今天的牛郎织女故事 说完了 今天有下雨吗 如果真的下了雨 说不定是牛郎 还有织女 他们相见的泪水哟 听完了好听的七夕 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七夕叫七夕吗 七夕又跟习 珍惜这个字是有谐音相关 古人用这天来提醒世人 要懂得珍惜七种缘分 七夕包含 一夕父母 二夕妻儿 三夕兄弟姐妹 四夕同学朋友 五夕同事 或者是帮助过你的人 六夕对手 虽然是对手 可是他们可能是你不离不弃的贵人友人 最后第七夕就是缘分 告诉大家要珍惜每一种情感 每一种关系 人生很短暂 一定要珍惜你所拥有的 不要等到失去后再后悔哟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七夕是因为织女新来的 织女是玉皇大帝的第七个女儿 也是七仙女当中最小的一个 所以夕这个字有最后的含义 就用七夕来形容织女 达琳姐姐小时候听的就是七仙女一起下凡来洗澡 所以刚刚中间故事说到一半说 九个仙女我吓了一大条 其实就是故事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 不管你听的是哪一个版本 其实神话故事最主要的都是劝人为善 牛郎织女的故事早在汉朝的时期 古书就有记载咯 过去大家称七夕为奇巧节 因为织女的工作是编织天上的云彩 还有神仙们的衣服 古代的女子希望自己的手可以很巧 眼睛可以非常的明亮 因此她们会祭拜织女 祈求织女可以让她们有一双好手艺 古代的女子为了奇巧 祈求她们的手可以很巧 所以在七夕这一天 她们会用五色线 还有黄铜针穿线 这是一个象征的仪式 据说可以让女孩子们拥有巧妙的织工 这个传说是跟女生相关的 还有一个七夕的传说是跟男生相关的 也就是七夕这天 又是天奎兴的生日 奎兴兴兴君是当时古代科举考试之神 他主掌文士 因此古代想要考取功名的男子 也会在七夕这一天祭祀天奎兴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祭拜奎兴 祈求保佑读书人能够顺利的达到目标 哦 所以原来现在在念书的你 不管是要考月考 段考 小考 或者是你是国中要升高中 要考大考 都可以去拜奎兴 这样听起来奎兴好像跟文昌帝君是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在考试啊 求取功名的时候 都可以去跟他祈求 哦 原来我们现在在看七夕 都以为他是情人节 但是其实他跟女生的手巧 跟男生的科举考试都是有关系的 在达林姐姐家的七夕呢 就是泡妈会准备油饭 还有煮麻油鸡来拜拜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会在顶楼准备 脸盆装水 给织女洗脸 还有一些化妆品 让她变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可以去见牛郎 你们家的七夕有什么特别的祭祀活动呢 欢迎你跟达林姐姐分享 不管是在我们的评论区 或者是泡服达林姐姐的粉丝团 都欢迎你来留言 还有我们节目的IG Darling Tales Stories 或者是我个人的IG Puff Smile 都可以哦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的地方 今天的牛郎之女故事 还有七夕的由来 是不是蛮有趣的呀 在节目的最后 达林姐姐要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情人节快乐 希望你们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 最重要的是要替我们节目压下五颗星星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大家晚安 有一天夜里 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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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便按照老牛的话去做 果然 有 九个 怎么会九个 不是 怎么会九个 不是七个吗 嗯 啊 啊 啊 牛郎 牛郎夫妇俩 牛郎还有 牛郎和狮 啊 雀鸟也因为 雀鸟听 雀鸟 啊 牛郎 啊 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会拜 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会拜 一直到现在 大家还是会拜 啊 所以小朋友 如果你希望自己读 所以小朋友 哦 所以原来小朋友 感觉魁心就是跟官圣帝君相 呃 呃 嗯 文昌啦 文昌 在节目的最 在节目最后 在节目的最后 达林姐姐要住 住所有的人 哈哈 又开始台湾国语了 在节目的最 最后 请不吝点赞订阅